最特香五鹤撒巴部落长期争取辟件部落聚会所终于获得了一丝曙光 在相公所积极向上争取获得圆明会80万元的先期规划设计费 12号上午由香港陈进光和规划公司旧部落聚会所规划设计方向 与族人来共同讨论交换意见最后也都达成了初步公式 五鹤撒巴部落的聚会所未来会是什么模样 规划公司提出了十种不同建筑外观的设计图 提供给部落族人参考并且意见交换 部落头目希望内部活动空间能大一点 相代表黄中胜与村长杨明林则重视聚会所的使用功能性 在这边留在一起这个特色蛮好的 此外现场的部落父女干部对于未来聚会所舞台高度 厨厂与厨房空间等等建议能一并纳入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那个特色 如是相公所向上争取设置扫巴部落聚会所提供部落族人来使用 获得圆明会八十万元的先行规划设计经费 相当陈津光与规划公司就部落聚会所的规划设计方向 今天上午与部落族人面对面讨论交换意见 让设计规划项目能更贴近部落的需求 依照我们部落的特色来做调整 这样的都可以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快 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你不要紧张 以为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给大家多一种想法 多一种空间 我们要做民属性的 或是我只要办实用性的 因为我们还有防台风的问题 还要考虑到防台的问题 那未来设施维护的部分 为在武贺国小超厂 占第三千坪的扫巴部落聚会所预定地 未来与武贺活动中心 形成一个全热水厂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 相公所谓的加快设置进度 云敏克新办事业计划的提出 与建设客先期规划设计作业同步进行 希望能够获得圆明会最高 1500万元的经费 溢注建构一个设施设备完善的部落聚会所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